第七次上课,那下个礼拜因为是期中考周啦,那期中考我们基本上是采取那个期中报告的形式,所以下个礼拜的话,原则上我们就就是没有要上课啦,所以给各位当就是做那个期中报告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当然请务必按时缴交,缴交期限特别注意,我这边有一个期中报告的相关规定,那你们可能就是自己要把它看清楚 当然,第一个的话,这个地方当然缴交类似像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当然,尽量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就是多找一些你比较有兴趣的那个资料来分析,那当然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就是哪个资料比较合适,那当然我前面讲过了,这个开放资料部分的话呢,当然就第一个一定要是CSV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找你比较有兴趣的资料,那基本上我希望未来你的报告里面,至少会有三个东西啦,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利用 函数,比如说你假设要取得某一个栏,那那个你要统计的,像我们之前那个,比如说要统计那个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的案件到底哪一个 哪一年度啦,比如说年,因为一般统计大概根据年啦,就时间,还有就是地点,地点就区嘛,那可能还有哪一条路喔,人事实地物,大概这些东西你可以做一些统计 但是如果里面没有那个栏位,你就要把它产生出来,那比如说呢,你看年没有啦,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从日期里面去把它分出来 所以你当然日期里面有年月日啦,所以你要统计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发生的住宅交易件最多的话,其实都可以,你只要把它切出来 那另外的话,区,区的话是从地址里面切出来,那如果你要把资料切出来的话,不外乎就是我们是利用什么,利用那个像Labs函数,或者用Mid函数,或者是用Rights函数,其实都可以啦 然后呢,当然这里面的话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当然,你可能要试情况去找出你要的资料啦 那个当然就是你需要在那个函数里面去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当然不一定只是说这些函数啦,其他你也可以试试看 可能我们上课没有教到的,那其函数啊,在以资料里面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学,应该是学如何使用函数的一些方法,可能也许你没用过,但是你可以找出哪些函数 但如果你假设啦,你说真的,老师我实在是不知道用哪个函数可以解决问题喔 我是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ChargeBT ChargeBT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问他一些问题 他其实会跟你讲说,用哪一个函数是最恰当 甚至你还可以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写出一个公式 说不定其实我试过啦,大概90%以上应该都可以顺利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可是可能还是要整理一下,你那个问题要怎么问啦 ChargeBT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用 OK,应该都知道这个ChargeBT嘛 如果你假设要问问题的话,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在这边打个GBT 那GBT的话呢,目前最新的是GBT4,这个就是了 ChargeBT,这两个应该都是 那你当然登录的话,你可以先登录Google账号 登录Google账号之后的话呢,你再用Google账号登录,其实是最快的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问问题 比如说,假设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台北市住宅切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稍微叙述一下 但是我跟各位讲,ChargeBT其实非常聪明 这个AI机器人比你想象中还聪明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用问得很细,你大概描述一下 它其实就会有办法帮你产生对应的这个公式 这个不妨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AI部分的话,因为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你会发现现在到处都在提到有关AI对于像未来的这个影响 那当然,未来你们在工作上面也很需要用到AI 所以,如果假如你的报告里面有用到ChargeBT 或用到AI的部分 那其实你也可以描述一下,这个部分是可以加分的 因为现在的话呢,很需要透过一些方法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啦,你们要十倍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课程不是希望你用固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而是希望你可以针对实际上发生的问题 你灵活的去把答案给找出来 也就是你要学的应该是学会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说你去背什么样的答案 是说真的,我希望你们学会的是以后只要遇到问题 然后通过以色列马上可以把问题的答案给想出来 而且是最快的方法 当然最快的方法呢,除了函数之外 后面我们还会教程式 不过程式可能主要是针对相对复杂的资料做处理 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因为我们有一个年的栏位 我要做一个统计分析 那我就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并且画成一个图 让这个资料更加的能够易于怎么样 阅读啦,你一看就知道了嘛 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图跟看数据 说真的啦,大部分人还是会 比较喜欢看到图啦 而不是你看一堆数字 真的看到头很眼花 还不知道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意思 你倒不如画个图给他 至于应该用哪一种图来表现的话 那其实可能你们要斟酌一下 那我前面举过例子啦 如果是跟时间还有数量有关的话 其实画个折线图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表现的是各个分部 或者是各个分区的情况 比如说各区的比例的部分 那你可以画个圆形图啦 那当然这个我想可能延伸的部分 你们自己再去找相关的资料吧 假设你说这些图表很棒 那我想要多了解 那可能你自己再去图书馆找相关的书籍来看 或者有时候你其实说真的 学习知识有时候也不一定说只是拘泥于那个 拘泥于就是书本里面的知识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自己先猜猜看 我觉得有些东西你透过自己猜测 有时候也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而且有时候这个答案反而是最直觉的 反而是最不需要去死背的 所以这个我想 请各位多多花一点时间去把这个报告给做出来 那因为这个报告呢 占比是30% 所以如果将来你希望你的学习成绩是比较高分的话 恐怕你就是在这个报告上面可能再花一点心思吧 然后我可能会给的分数如果会比较高 大概会几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你的选的题目 那你的选的题目 尽量不要跟我们上课的题目太雷同 因为雷同我觉得好像比较没变化 当然你还是量力而为 如果你实在是程度没有那么好 比如说我们好像台北市除了住宅窃道之外 好像有什么自行车 还有机车 还有汽车 OK 其实你可以做做看 或者是说你可以不一定是台北市 你可以换个地方 不一定是做台北市的 你可以换成你的居住地的 或者是说桃园等等的其他地方 其实这也都蛮多可以做的 甚至你不一定做那个窃盗跟治安有关 也许你可以做一些 跟最新的新闻议题有关系 像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好像交通问题一直都是蛮大的问题 交通好像行人地域好像有改善一点点 但好像每天都感觉随时都有一些 这个新闻好像都一定会有一些交通事故发生 前一阵子好像是什么 游览车的问题 游览车这个蛮恐怖的 还有像那个大卡车 那个砂石车等等的 而且常常那个 尤其是连结车或砂石车 有所谓的那个什么 转弯的时候有那个视觉思想 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 遇到大的车身它要闪云一点 那可是问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吗 你不能透过一些科技 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吗 OK 比如说像转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像一般车子都有一些 偵測的装置 像摄影机 或者是说雷达之类的扫描 那你其实可以做一点点预防性的 那可能要花钱 那是不是说这个地方 政府要强制去安装 这样的话可以保障很多 比如说常常你会发现 大车右转的时候 哇那真的很像 就是有些车子根本不看的 那行人如果假设有些老人家走得比较慢 或者小朋友走得比较慢 那它太危险了 根本来不及闪 所以这个当然很多地方是值得去思考 那你可以从那个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去把那个资料找到 OK 那当然我报告主要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你的想法 因为这东西其实并不是说一个死板板的 只是说要你去做一个很冰冷的东西 希望真的能够找出问题的答案 然后呢 所以最后请你们把那个最后的结果 把那个心得 还有那个什么 大概有几个 选题的原因 为什么你会选这个原因 比如说你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个题目 比如说你 假设你选 比如说台北市住在切招案件 我是希望说 最近八年到底治安变好还是变不好 大家可以这样 然后设计的过程呢 你怎么去做 比如说你在栏位的选择 比如说你要增加哪些栏位 那你怎么做 也许数据分析表 然后呢 最后可能会做一些心得分析 也许你刚开始选这个题目的时候 假设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是经过你的整个分析结果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跟你原来想的也不一样 比如说你可能原来想说台北市治安不好 奇怪了怎么越来越好 可是跟你原来假设不太一样 然后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 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的困难点 还要解决这个过程啊 心得啊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说明 那就可以完成这个其中报告了 这个报告的话是下个礼拜 就要缴交这个作业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接着再继续来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呢 再帮我开启那个其他的范例 来做其他练习吧 OK 那上个礼拜还有就是那个WiFi热点 这个也许你们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可以 因为再来的话 等于是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要做这个报告 所以请你们再把那个 这个其中报告的部分 也许再稍微想想看 如果你想要拿高分的话